学会冷静也是一种智慧 不良的情绪会改变一个人的面向 改变一个人的气场和身体健康 当冤恨、忧伤等不良情绪涌上来时 首先要放平、放和、放慢呼吸 用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情绪正常了,分析能力就加强了 很多事情才能很好地去解决